接着看的是南海主权争议 为什么太平岛这么关键呢 总统府跟外交部还要国内外的媒体登岛采访 要证明太平岛是岛屿 不是菲律宾说的岩礁 就带您先从这个地图来判断一下 我们来看到这个太平岛的位置在这里 而这个就攸关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 您看到了外界说的这个U型线 其实大陆说的是9段线是到这个地方 不过台湾是主张11段线的这个经济海域的这个领海 但是如果说呢太平岛现在施隔 它变成交言那怎么样呢 不管这个台湾或者是大陆其实对两方都亏 反倒是得力的会是菲律宾还有越南 再看到的是如果说呢 这个太平岛到底是岛还是交言 其实马总统他提出了这个10点的说明 马总统提出10点说明 而且呢他还让国际的媒体的到太平岛上来看看 媒体就说呢太平岛上呢其实机能很完整 本来就是岛怎么会是交言呢 而且上头我们来看看 其实太平岛上不只有淡水 而且还能够种菜还能够有水果 而且有养鸡 其实很多外国记者都吃到 太平岛上种的鸡 再来看到就是设施 设施其实太平岛的设施呢 光是机场码头或光电设施都有 而且还有医院 甚至是检疫的这个邮局的代办所 所以呢这上面呢其实机能非常的完备 就来跟UDN TV的记者 萧品仪跟徐玉维一起见证太平岛 从坪东空间基地出发呢 搭乘413栋运输机来到太平岛 航程呢大约3.5个小时 中央媒体团大约有24个人 一起登岛考察来见证太平岛 是岛不是焦 国际媒体包含CNN 半岛电视台 路透社还有日媒 独卖新闻等都派人采访 不过没有菲律宾媒体 比较马总统一月份登岛模式 走套装行程 马总统第二波户土行动 加强力道 紧紧扭转南海仲裁案 太平岛它的这个 上头适合人居的这个状况 能够广为国际媒体所了解 我们相信这个会对于仲裁这一方面 我们是期待的是会有发生一些 实质性的一些影响 国际仲裁起因于2013年 菲律宾不满中国大陆的九段线 临海主张 因此试图举证九段线 违反海洋法公约 事实上九段线最早源于 中华民国在1947年提出的 十一段线 1953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申减为九段线 目前仍是两岸高度重叠的 南海主权主张 但美国不希望台湾成为 大陆九段线论述 我一盟友 加上南海有天然资源可图 美中两强权相争 台湾成夹心饼干 中国大陆它的一个主要的利益 是在于说 对于南海这个地方 它不仅是有石油天然气 有渔业资源 那同时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国际航道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美国它会希望的是 能够维持南海的 这个地方的畅通 那么这个是对于 它自己的国家利益是最大的 所以双方对于国家利益的 这个界定会有所差异的时候呢 就难免的 针对同一个这个标的物 那么难免的 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的冲突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 前处长包道格 曾说过美国私底下 一直在要求台湾政府 公开国民政府 当时保存的南海历史档案 有助于厘清大陆九段线 领土主张的基础 从美国的观点来说 或许可以削弱大陆的主张 和平南海国家永固 就是马总统落款的纪念碑 只是现在南海成了大国 角力的战场 台湾该往哪靠 大陆跟美国之间的天平上面 台湾得必须找到平衡点 以上是UTV记者 是一位肖比 我们在太平岛上的采访报道